3月13日 德云社演员张鹤晴 韩九明发文表示 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演出 向观众请假 看到这一幕 大家纷纷评论表示关心 叮嘱演员好好休息 按时吃药 也有网友分享自己的感受 表示感冒的感觉非常难受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其实在之前 烧饼和曹赫阳的演出中 曹赫阳就是在带病演出 还没有完全的好 看得出来身体非常的难受 除此之外 张鹤伦也发文表示 最近失眠有点难受 都早上了还大眼流星的 看到这一幕 张鹤伦的粉丝 也纷纷献计献策 有推荐伦哥看英语词典的 也有推荐伦哥看高速的 看完相信比吃药还管用 就怕伦哥看完 失眠治好了脑袋变大了 当然还是希望伦哥 能好好地注意身体 早日调整过来 看到张鹤晴发文 也有不少粉丝表示 张鹤晴跟刘鹤安 为什么分开呢 合作16年的搭档 一点理由都没有 就分开 让许多粉丝不解 在之前 刘鹤安也只是表示 是张鹤晴提出来的 但具体原因却没有说明 其实 德云社演员的拆分 都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 而且从目前来看 两人的发展都非常好 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而对于韩九明 相信许多网友不太熟悉 韩九明 95年出生 2012年入科 2015年9月13日拜师 目前 韩九明与师叔朱鲁钊搭档 多以开场 二场的位置登台 在师叔朱鲁钊的帮衬下 韩九明的进步 也是肉眼可见 进入德云社也才八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舞台经验的累积 相信过一段时间 韩九明会有更好的表现 毕竟 有观众曾说过 韩九明乖乖的样子 每次看到他 都要被他给萌化了 看到这么多 德云社演员身体出现问题 也让不少粉丝担心 毕竟 如今小剧场 已经全部开始营业 除去在外演的人员 再加上请假的演员 德云社小剧场的演员 明显的有些不够了 已经出现一场演出 一个演员出现好几次的情况 最后希望两位能够早日康复 回归舞台带给大家欢乐